各位同学好 然后高老师好 感谢老师们和同学们的邀请 今天很高兴能来到正法与大家见面 我是16年到19年在这边读硕士 当时是在国际读学院 然后我觉得在我读硕士的这三年 可能是最珍贵然后也最充实的三年 因为咱们这边虽然地方不大 但是我感觉就是像寝室教室 包括办公室 它的里面的设施都很好 而且咱们的老师们都特别的热情 特别的无私 会在学习和生活上都很照顾我们 然后会毫无保留的去帮助我们进步 有时候就在想如果能时光流转回到过去 我可能也很想回到当时那个时候 因为大家读硕士嘛 就普遍22到25岁左右 然后年轻 有机会 有希望 如果在那个时候的话 我觉得我肯定会增加的珍惜时间 然后好好的为自己打算 希望同学们也能更加珍惜在政法的这三年 然后以后也能有好的前途 好的成果 然后今天我想讲的题目是 严铁会议古今辩证与历史影响 其实就是 严铁论这本书 它可以算是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是很特别的 我们说它很特别是因为 它这本书其实总共就不到7万字 它这不到7万字呢 它分为60篇 其中最后一篇是作者的总结 然后呢前59篇都是对当时的这个会议的记录 在这59篇里面前41篇是对严铁会议的记录 然后后面的18篇是严铁会议以后的一次补充会议的记录 然后这样合起来是59篇 它是一场会议嘛 就是有辩议的两方 一方是御史大夫 也就是朝廷官员 主要是桑红阳 另一方是贤亮文学 也就是民间儒生 他们两方在辩论 在形式上你去看它这60篇的话 它每一篇的名称都是很不一样的 然后它不是说就是第一篇农商问题 第二篇离撒问题 然后第三篇边疆问题 它不是这样写的 它内容上有很多很多重复的地方 然后呢因为它是辩论的两方 所以两方讲这两个话呢 也会有比较 我们现在用比较有情的话说 也会有比较上头的时候 就稍微带一点点人身攻击 然后呢有的时候就会描述 他们生气时候的那种样子 说什么大夫勃然起色 然后懦而不应 所以说它在形式上 和内容上是很真实的 但说它真实也不仅仅是在于这个方面 因为他们两方都很敢说 因为一方是历史大夫朝廷官员 另一方面是咸阳文学民间卢生 他们就是这种朝廷官员 他敢说先行卢家 敢说孔子 敢说他不好 然后民间卢生呢 他敢说先帝 敢说汉武帝 敢说他不好 那这种情形 尤其是咱们想象一下 他是在朝堂上去辩论 然后两方说话都很有 这种情形可能在以后 也是很难见到的 所以说 严体会议 他的记录 包括他的材料 都是在中国这些史上 我觉得是 很珍贵 也可以想象 朱坤武以后 在汉武帝 表彰六经以后 就是那种 框石碧 即世人的那种子学风气 其实依然还是存在的 那如果说 我们按照 严体会议的这个特点 然后来写一个 比较贴切的 一个论文的话 那我想这个题目 应该就是 对古今问题的 这个讨论 因为古和今的问题 是严体会议 电论两方 也就是 玉石大夫和贤良文学 他们的力言方式 然后呢 也反映着他们双方的 立场和观点 这个会议 发生在 汉朝级始元六年 也就是汉武帝 他去世的第七年 在这个时间节点上 我们对古今问题 进行讨论 也是非常重要 和非常必要的 在这儿就是 我站入了一句话 他说 世故勤者 古今之戒也 自秦以前 朝野上下所行者 皆三代之之也 自秦以后 朝野上下所行者 皆非三代之之也 其实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 我们想 以前能当国王的 都是王孙贵族 然后呢 刘邦 他是一个亭长 他就当上了 统一帝国的皇帝 我记得秦朝 他的时间应该是 公元前二十一年 然后应该是到公元前 二零七年结束 然后汉武帝执政 那一年应该是公元前 一四一年 然后到公元前 八十几年吧 应该是八十七年结束的 也就是说 这一百多年里 然后历史也是 风云变化 这个法家 皇老 卢家 相继登朝 离法的冲突 也表现得特别强烈 杜正圣老师说 贤汉之计 是这个 君爵 缔造新社会 虽然是君爵 缔造新社会呢 但是 豪民 豪强 他们的势力 依然强大 所以说 怎么能管理好 这样一个 崭新的 广土 古众民的大国 是走三代以前的老路 还是走战过以后的新路 这确实是一个 值得讨论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是 讲延庭会议 古今 延庭 所以我们要是 讲延庭会议 古今 变这里 历史影响 这个话题的话 就 一定要对延庭会议 它召开前后的 这个 时代背景 还有具体机缘 做一个 比较详细 的分析 就是 在背景而言 就是 就秦汉之际 社会政治格局来讲 主要是 君臣民的 社会结构的形成 然后 贵族政治 到官僚体制的变迁 然后 新儒学 理论形态的确立 这三点 就分别是 从 社会结构 政治体制 还有思想文化 这三 这三方面 也是三个最主要的方面 去讲它的时代背景 然后呢 这个具体机缘 就是就汉武帝晚年的 那个 具体的历史情况来讲 其中这个 君臣民的 社会结构的形成 这个应该是属于 自上阳变法以来 这个 一个千年未有的 大变局 因为秦汉 它就是 本身处在 古代社会结构 结体 还有新型 社会结构 转型的 这样一个重要时期 殷州的 社会结构 它其实是 呈现出一种 天子 贵族 庶民的 这样一个 分布特征 然后呢 中秋战国 以来的社会变革 就使得 古代中国 实现由 贵族分权的 分封制 向君主集权的 尽现实的 转变 然后在这种 转变过程中 原来的那种 分封采役之下的 贵族和庶民的 差别就消失了 然后民众就都成为 这个 统一接受国家 受田受决 为国家提供赋税 有利和兵役的 编户齐民 所以秦汉时期 这种社会结构 就呈现出 皇帝 官僚 编户齐民的 这样一个分布特种 皇帝 官僚 编户齐民 总体来讲 其实这是一种 比较稳定的 结构体系 但是呢 与此同时 也存在着一种 宗族的 重建的过程 豪民和豪强的群体 也逐渐地 相对社会发展起来 这种豪民豪强 势力的发展 就使得原来的 编户齐民 有着非身份性的 这种高下之分 所谓非身份性的 高下之分 就是让原来 那种等级有序的 社会结构 因为财富的变动 然后又发生了改变 这个是 君臣民的 社会结构的形成 然后就 政治制度而言 秦汉之际 它主要的是 贵族政治到 官僚体制的 两一个变迁 也就是一种 宫军合一的 宗法政治传统 被破坏掉了 然后那种 化家为国的 新型的领土国家 逐渐形成 就在春秋战国之际 随着那种 坚定战争的 不断升级 在政权转移的 过程中 宗族国家 通过坚定战争 建立起一种 全新的军统关系 但是你不能再要求 这种坚定战争里 再去要求那种 原来的宗族关系 也就是说 各诸侯之间的 坚定战争 加速了原来的 宗法体制的瓦解 然后也催生 适应这种 广土人民的大国 也就是说 适应帝国统治的 这样一个 新的政治秩序 我们说 新的政治秩序 也有的 是说 是新的政体细胞 也就是限制 那么在秦始皇 同一中 秦定六国以后 主要就是一种 俊县制 这个是主要发生在 政治体制方面的变化 然后呢 在思想文化方面 主要是心无学的 理论形态的签例 其实在西汉王朝 统治初期 他的政局 还是不太稳定的 他还是面临着 地方诸侯的割据叛乱 然后也面临着周边的 民族的一些政权的威胁 这些 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也激发出 当初 世人的一种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然后 就像先行诸子那种 匡实比 既世人的那种 学术风尚 也再次复兴起来 就比如说法家 他就从国家本队 复发 然后态度鲜明地 实施富国强兵 维护中央集权 他们所奠定的那种 政治范式是不容动摇的 但是呢 秦朝的历史教训 又使得汉王朝对待强力 始终有所忌惮 黄老政治 其实是以对法家的 这种反宗的面貌 而出现的 他以道为本 然后以法为用 其实 我觉得黄老政治 他的实质可能还是 严格的按照规矩办事 并且这种黄老政治 他最终也不能够 去抵制大一统帝国的 这样的一个内在扩张 所以说在战国前汉之际 社会在经历了 剧烈的分化以后 也在要求了重新的整合 然后呢 统治阶层也很快意识到 打破旧有的那种 统治秩序和价值观念 建立于统一帝国 相适应的新秩序和新观念的 这样一种重要性 战国时期 大家都说是一个 礼崩约坏的时期 就是因为各诸侯国都不再 遵循周礼行事 但是呢 因为在这以后的中国社会 其实它依然是建立在那种 传统的自然经济 然后家庭家族本位 然后均主 专制主义的这样一个基础之上 所以呢 在西州时期的那种 礼乐文化 还有宗法制度 它其实是在社会层面 依然能够获得民众的 这种广泛的认同的 并且呢 在秦安之际 天下归于一统 这个执政者 他在统治思想上 也倾向于去选择与传统的 王冠学说更加接近 然后更加接近的 这样一种独家学说 也是为了 昭显自己统治的这种 权威性和合法性 所以说呢 如素既之而起 然后成为取代道术 制衡法术的这样一个方案 这是在 思想文化方面的变化 在具体机缘方面 主要是就 汉武帝外的政策改革而言的 就是汉武帝 它执政时期 其实就是 全面转变了 高族以来那种 休养生息的政策 加强君主集权 然后加强 加强这个 中央集权 加强君主专制 不断地开疆破土 可以说是呈现 出一种浩大喜功的 这样一个政治面貌 虽然有成就 但是这种帝国大业 也使民众付出了 一些沉重的代价 然后也激发出了 王朝内部的一些 很多矛盾吧 所以说他晚年也意识到 自己这种浩大喜功的 政治策略 所造成的社会矛盾 其实是想要 与民休息缓和矛盾的 大家都对这个 轮台照就比较熟悉 他说 进科报 只善妇 立本龙 修马妇令 以补缺 勿法五倍而已 然后呢 这个 严谨会议 也就是 汉武帝去世后的 第七年 汉昭帝 始元六年 这个汉书 昭帝记里面 也记载了 说 成孝武 奢侍于 必失离之后 海内需号 后口简半 然后呢 举贤良文学 问民所疾苦 这个是当时的这个 就具体机缘来讲 这个严谨会议 发生的一个 最具体 最切合的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背景吧 嗯 因为汉武帝 他去世的时候 始终也没有完成 他晚年的 这样一个 社会政治的变革 他临终的时候 把他的政权 寄托给 也不是说 把政权吧 把皇权 其实寄托给 这个霍光 桑红阳 然后 上官杰 金日禅 这四个人身上 其中霍光 他就是代表着 嗯 这个 汉武帝晚年 社会政治变革的力量 就是要 发展经济 反和矛盾的 这样一个 主要的方向 然后呢 桑红阳 他就主要代表着 秦皇汉武所创立的 基本的 社会政治格局的 这样一个力量 就是说 秦朝以来那种 加强君主专制 中央集权 和官僚体制的 这样一个方向 嗯 其中作为 大司马大将军的 霍光 就是 他掌握着 汉朝的实际权力 但是呢 桑红阳也因为 他自身的工业能力 然后成为官僚系统 实际领袖 所以说 霍光从推行 汉武帝晚年的 这样一个 社会政治变革的 角度出发 也是为了在政治上 去打击 桑红阳 他组织了来自 地方郡国的 精通儒家经典的文学 还有来自 首都附近 官吏中的贤僚 六十余个人 然后与这个 玉石达夫 桑红阳展开论争 这就是 延铁会议 大家都知道 就是 嗯 那个叫 蛇战群儒 讲的 讲的应该是 讲的应该是 诸葛亮吧 是吧 嗯 卢子敬 利财 忠义 哎 我也忘了讲谁 是卢子敬 利财 忠义 是 是蛇的是 反正就是 桑红阳在这里 确实是 蛇战群儒 因为主要就是 他一个人 然后对战 六十多个 减量文学 嗯 所以说就是 嗯 稍微的 总结一下 就是说 延铁会议召开前 他即面临着 嗯 遣漢以来 社会政治的新格局 也面临着 法令一言 矛盾激化的新动向 这个贤良文学 推崇古代地牢 向往唐狱时期的盛世 想要将尤顺与 汤文武周公等先贤 作为政治活动的楷模 以此指导 现实层面的 政治秩序的建访 人工与谁大夫呢 他家 实与事与事与事与 背变 这种思想被承担 着眼与 侵犯引起 社会结构 和政治格局的变化 继续沿袭武帝以来的 政治经济政策 竭力维护 君主专制的 中央集权的 这样一个政治体制 这是 研究会议的 时代背景和具体机缘 我们去讲这个 古今之变 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从这个大的方向 和这个具体的 小的方向 去把握它和了解它 其实是很重要 也很必要的 然后第二个问题 想跟大家讲一讲 这个 研体会议和 朝鲜时期的 社会变革的问题 也就是说 在研体论这本书里面 在他们在朝廷上 相互辩论的时候 具体的都说了一些什么 其实总的来讲 咸亮文学 它是代表着 师谷 法谷 尊谷的这一面 然后玉石大夫 是代表着这个 时宜的事业 事宜的被变的这一面 咸亮文学 它主要是在 政治经济 社会生活的方面 去讲述 古今之变 这个问题的 然后呢 他们的古今理论 都是以尊谷为前提 强调的是法兼王 在整体的辩论中 都展现出一种 以古为准的思维方式 就是言必称明读 所以说这个古今问题 确实是他们双方的 这样一个立言方式 然后也展现了双方的 这个立场和观点 但是虽然说他们言必称王谷 他们的实际目的 也是为了想让朝廷 重视现实 然后改革地端 一风一俗 这是他们的切实的 这样一个目的 就比如说在社会生活方面 咸亮文学说 武者 衣服不中置 器械不中用 然后金民间 雕琢不用之物 然后这个 这一段嘛 就是 选自这个三部族 这一篇 其实就是批评 社会生活中的 奢民风气 然后去强调 勤俭捷约 然后后面又说 武者树人 春夏耕耘 秋冬收藏 然后金冰昏酒食 接连相音 然后就是批评那种 艳悦理智 艳影无度 然后希望 统治阶层 重视农耕 提倡古谱 就是在这种 社会生活方面 讲述这种 古今风尚的变化 将古代社会的节点 然后与当今社会的奢侈 相对照 他们其实通过 这样的古今对比 其实意在说明 当今的社会财富分散 然后用度不足等 这些问题的出现 主要是因为 社会风气造成的 然后呢 在这个国家整体的 经济生活方面 他们也秉持着 这样一种 金不如稀的态度 在这个国家整体的 分配制度上 闲亮文学指出 古者 事业不二 利物不坚 然后他们还说 武者 是朝无刀壁 各以其所有 亦其所无 报估貌私而已 就这种言论 他就是想要 取消货币 然后回到原始的 以物易物的 交易状态中 其实他这样说 是非常偏激的 但是我们也能说 就是他稍微代表了 一点点 那种 孔治阶层 利用货币 剥削百姓的那样 一种阶级实质 被他们看到了 然后又说 古者 知赴税于民 也 因其所供 后面又说 古者 无过年之遥 无欲时之夜 但今则 遥亦极远 近浦寒之地 就是在一些 朝廷的政策规定方面 看似是说 减轻农民的负担 但是随着 税收的种类的增加 然后随着 劳易的时间增加 然后随着这种 往土住民的大国 你要走的路程很远 所以百姓的 实际负担 还是很重 他们就是强调这一点了 甚至是想回到 像老子那样 小国寡民 安喻寡求的那样 一种生活状态之中 然后在这种 政治生活方面 他们说 谷者天子立于天下之中 县内方不过千里 然后今推虎 越处千里 道路回避 世俗老大 这个虽然他们指出了 当时武帝以来 我记得是 持续39年的 这种对抗匈奴的战争 他们看到了战争 所造成的民间疾苦 但是呢 我们也在这样的话里 我们可以体会到 他对秦汉以来 这种 王土众民的 统一疆域的反感 我们可以体会出来这一点 所以说就是 严体会议 他比较真实 因为他们双方都很敢说 然后在这种 朝廷的选官方面 也通过古今对比 说古之近事也 相择而离选 然后今富者以财 武官 勇者以死设功 然后这种选官标准 由考核才能 变成考核财产 他们其实在这儿是批评的是 汉武帝以来 在那种 心理政策的导向下 朝廷那种买官服罪的 其实最重要的是 他们指出在国家的社会 政治生活中是重理还是 重法的问题 然后对朝廷当时的 言行密法进行批判 这是在政治生活方面 他们的主要观点 显量文学 它总体是 遵古 法古 诗古的 这样一个立场 它其实看到了一些 统治阶层这种 剥削的阶级实质 但是呢 言论其实带有 很偏激的方面 那玉史大夫呢 它就是 时宜的事宜 时宜的被变 其实玉史大夫 他其实就是桑红阳嘛 他对古今问题 其实他并不关注 他所有的这些话 都是为了 承接闲量文学的 这样一个话题而来的 作为对闲量文学 这种古今之变的回应 就像是 在这个本意里 他们就是 首先对屹立问题 然后进行了 很多很多的讨论 那闲量文学 就重义轻利 那这个玉史大夫呢 他对屹立问题 他也没有什么 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关注 但是呢 他就是 一个是为了 承接人家的话题 另一个 就是为了在这种 国家整体的 政治经济秩序方面 强调力 也是强调力 这是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主要的立场 首先呢 他们就是针对 闲量文学 对朝廷政策 造成的 民间疾苦的 这样一个指责 桑红杨指出 在富费劳益方面 其实当今百姓 已经减少了 很多负担 这一方面是 时代生产力 发展的 这样一个原因 另一方面 也是因为 朝廷 重视民生的原因 像他在这个 盐田论未通 他就指出 古者致田百故为母 免景田二更 然后呢 这个现在呢 是致田二百四十故 而一亩 率三十二岁一 这是 这是这个方面 然后呢 在这个有一方面 说是古者十五度 大学于小一 然后现在呢 是二十三十故 五十六二年 就是说 现在百姓的 这个 富税劳益 其实都是减轻了 至于就是 为什么现在 富税劳益 给你减轻了 但是你依然 生活的不好 这个桑红养 这个原因 归结在人的勤劳 和懒惰的 这样一个区别上 然后就是说 因为你不做农耕 然后又懒惰 所以你这个 生活的不太好 就可以看出来 他是作为朝廷官员 在有没有那种 国家政治主义的立场 在那种 中央集权 君主专制的体制下 他的这样一种 价值观念就是这样 然后呢 在这种 社会风气方面 桑红养指出 以富为贵 其实就是亡古之道 然后大家都说 君子结奢次简 为什么说 君子结奢次简 虽然就是不提倡 这个奢侈 但是呢 自简 就是你太节简了 这个也是不提倡的 然后呢 但是呢 他们就是处在 秦汉之际 这样一个 科书的时期 大家所有人 都对这个 秦朝的历史教训 有所记忆 秦朝他就是 像李斯说的那个 是一个势力 势力的比喻 然后古众是古 不施古 不法古 所以 他们也是 以古为例 然后 以此说明自己的 这个 现行的政策的 这种合理性 然后在这儿 举了几个例子 说 古之立国家者 开本末之徒 通有无之用 这就说 农商问题的 然后说 古者 为国必查土地 山林险阻 天时地利 然后可以王大 金不取 必为四境 偿还 然后 示意古者 做五行 克基 肤而民不欲举 其实这种 工伤 武备 还有刑法 他们确实有着 悠久的历史渊源 也是一个国家 它治理 民众的 必不可少的手段 它这个 这些 以古以来的 这种治理手段 其实也是 桑红阳为当时的 我们都说 那个时候 是叫 汉武帝时期的 战时政治经济政策 为这个政策 做辩护的 其中 其实最突出的 就是这个 盐铁之力 这种山海之力 是官营 还是私营的问题 然后 这个 这个 于史大夫 他就讲到 武者 名山大 则不以封为 天下之专利 也 就是说 盐铁的 山海之力 自古以来 都不是绝对 国有的 然后呢 择以掌管 盐铁之力的 豪强大家 并不会 替民众 着想 然后去 割舍私利 往往造成 很多 利益损失 甚至积累 思维 防害 社会的 稳定 所以说 在很多个 篇章里面 这个 桑红杨 就屡次强调 这个 他是说 深山之力 不是那么丑的 反正 必在 必在 深山从泽之中 就是说 金铁盐铁 也不是 你普通的 编户器 你可以承担得起的 一定是 这个 一家俱众 或是千里人 这样的豪强大家 他们才能够承担的 所以说 这样一个 对 农业 商业 农民 商人问题的 讨论 这样一个争论 就逐渐地 转化成了一个 在这个 民间豪强 对这个 朝廷官员 或者是说 国营 还有私营 这个私营 其实并不是说 并不是说 就是 所有的人 都可以 有这个能力 去做 而是说 一种 好强大家 然后 这个矛盾 就转移到了这里 这是 言行会议 和 昭先生时期的 社会变革 也就是说 他们在这场 讨论当中 具体的 针对 五帝晚年以后 到底在政治政治方面 实行什么样的政策 他们具体的 说了哪些 然后呢 第三个问题 想讲一讲 就是 盐铁会议日 帝国的政治体制问题 其中 桑红阳 他其实明确的指出 古今社会 还有统治政策的变化 他们注重 现在 注重实义 以为 先王之道 其实并不具备 一个横性 治理国家应当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那过去某种情境中的治理方略 并不适用于当今社会 因为当今社会 已经跟以前大不相同了 所以 御史大夫 他会批判 贤良文学 故事古今之变 然后呢 与此相反 在贤良文学 他们的价值观念中 有着后 后古 国今的 比较保守的一面 其实他们所讲的古 与先秦时候 孔孟所长的古 并没有什么差别 其实就是 回到 西州 回到周历 那个时候 他们所施所法的 都是三代圣王之计 但是呢 贤良文学 他们通过对古的技术和产发 并不是只是想要告诉我们 这种圣王 说过什么 做过什么 而是想要告诉我们 这个 现在朝廷应当做什么 然后应当说什么 司马迁 他有一句很著名的话 就是说 就天人之计 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 他用这三句话 来叙述 他专写时期的宗旨 其实这三句话 也是秦汉时期的 重要的历史任务 就在诸侯纷争以后 建立起来的秦朝 他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统一的大帝国 然后秦朝呢 他重视食物 以法为教 以利为师 然后呢 各项统一措施 都符合帝国体制 而且顺应统一趋势 但是呢 秦朝二世而亡 然后百姓呢 又哭喊天下苦秦 这种意识形态的建国工作 其实还是需要再着重考量的 这种工作落到汉朝 然后武帝一来呢 他因为这种经济实力 还有政治威力的提升 也因为朝廷对这种风风帝的这种管制能力的增强 那种君主集权的这样一个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的统一帝国 他其实又回到皇帝的那种政治构想当中 所以在这个时候 就发生了这样一个古今之变的这样一个关键问题 其实战国时代的变法 尤其是秦朝的这个商鞅变法 是古今之变的关键 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就是 废徒分风制 实行俊限制 然后使民众成为朝廷直接统治下的编故齐民 然后呢 废除旧的试清试录制 办公案能战赏赐的十二等决制 划分民众的社会等级和贫富差别 还有一个重要的这个措施就是分家 然后这些制度呢 其实在秦国的时候 就将秦国的中央集权和官僚体制确立下来 然后呢 这种好处就是能使国家力量深入到基层社会 然后汉朝开始建立的时候 大家都说汉城秦制 在国家体制方面 它是基本延续秦朝的 然后主要都是表现成继承秦朝的均线制度 还有三公九卿的官僚制度 然后在法律上沿袭秦制 并继续加强国家对民众的统治 就由此可见这种中央集权 官僚体制 君主专制 确实是秦汉之际的新变化 然后也是秦汉时尚的新特点 也因此秦朝被称为古今之界 这种新变化和新特点 就主要体现在中央集权 官僚体制 君主专制 这三个方面 大家现在看来可能很普通 但是呢 这确实是 我们跟春秋以前 尤其是上古三代相比 这确实是一个新变化 然后可能为了这种新变化 也伤害了很多利益 然后付出了很多代价 所以说秦朝 秦汉之际 它为什么这么重要 就是因为它的制度设计 其实就是奠定了 中国政治的基本架构 其中的核心内容 就是郡县制 然后郡县制 再去分封制 这在中央集权的发展历程中 最关键也相当曲折 我在这里就是选了司马迁 他在史记里 其实不仅是这一段 他记录了 其实有很多次 这个分封制和郡县制的 这样一种争论 汉夫我们大家都知道 施行的是那种分封与郡县 并行的郡国制度 但汉朝以来的这种分封 注重的是 封国对朝廷的隶属关系 他不再是以前的那种 相对独立的封侯建国了 然后呢 即便是这样 其实在汉夫 也屡次发生分封与缺帆的斗争 可见封国在经济等方面的 这种独立特权 也是中央集权 它越来越不能容纳的 秦汉统一的过程 也可以概括成中央集权 加强的这样一个重要手段 然后第二个是官僚体制 逐渐代替贵族制度 春秋以前官吏主要通过 世青世路而来 然后这种封建都侯各军齐国 士大夫世代成其其官 战国以后的这样一个各国的变法 都将废除世青世路 作为主要内容 然后秦统一中国以后 秦统一六国以后 这样一个军功着生 李克陆氏又成为定例 秦末农民战争 还有楚汉战争 也使得世青世路的 这样一个制度 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最明显的就是 刘邦他的开国功臣们 其实都是出身地位的 但是呢 他们都对建立汉朝聚功制委 然后就有了这个 看出的不一将相之局 这是我选了赵毅 他论汉夫不一将相之局 讲的一段话 就当时的这个官僚体制内 虽然有世袭的贵族 但朝廷官员一般来说 都是可以随时任免的官僚 就官僚体制 逐渐待出对付制度 再有一个变化 就是君主专制逐渐加强 我记得秦始皇本纪当中 有一个天下之士 无小大结决于上 就是天下之士 无小大结决于上 我觉得这应该是 描述君主专制的 一个眼睛之笔 那朝廷毕的专制 其实相比于秦始皇来说 其实它并没有放松 我们去看史记 去看看书 我们都可以发现 就是像那些功臣 就比如说未清或去病 然后张涛公孙宏那些人 他们其实都过得小心翼翼 然后奉法遵职 在这种君主专制的情况下 这种公卿大臣 其实都是违背后缘而已 他们就是一个中间阶层 就由此可见 从先秦到秦汉 变法在促进着社会发展和国家统一 终于将相取代了先秦士族贵族 然后君主专制 但随着中央集权发展起来 这样一个主要变化 就称为汉重秦制 就是我们大家最熟悉的汉重秦制 汉重秦制的主要内容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这三点 然后呢 秦汉兴替 秦汉兴替之间 尤其是秦末的农民战争 使汉王朝意识到秦朝的这个官僚体制 和军宪制度 其实它可能在当时 并不能适用于对全国范围的统治 尤其是对关东地区的统治 我这里摘录了就是 这种秦皇者百有余意尊王子弟大齐九国 就是简单的说就是讲了讲汉父军国并行制 他为什么要实行这种军国并行制 就是因为汉王朝能是意识到在这个关东社会上不稳定的情况下 在全国范围内去推行军宪制和官僚制 但是依然还是缺乏地方好强 尤其是关东旧贵的那样一个普遍认同 容易像前朝一般 尤其是像秦朝一般 出现这种一秦孤立王三府 然后这样一种现象 所以呢 汉父他们统治阶层就称 惩戒王秦孤立之败 着力重建中央到地方的这样一个政治格局 力图避免出现那种列国不相亲 万事不相救的情形 并且呢 这是第一点 在盐帖会议当中 贤良文学对法家思想代表人物 就比如说深国害上阳寒飞 对他们其实是多有批评的 然后呢 又对中央集权到君主专制的秦朝进行批判 这些言论其实最终都汇总在盐帖论 第56章应该是叫周秦 就汇总在盐帖论第56篇周秦当中 然后表现出以周易秦的这样一个思想倾向 他们普遍的都觉得刑罚是理智师效果的保证措施 然后像秦朝那样依靠法令和权势来为社民众 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 治理国家应当效仿周治 适用理学教化 并且呢这种汉初统治者非常重视秦王的教训 对秦朝立行法家思想那种 不别亲书 不书贵贱 以断语法 则亲亲尊尊之恩决议 而导致的这样一种严格后果也比较忌惮 也就是说 咸亮文学 其实他们忌惮 也不是说咸亮文学 汉初的统治阶层 他们就是忌惮这种秦朝那种 尽限制造成的这样一种 这样一种 造成的这样一种激情孤立王翻腐的这样一种现象 然后呢 表现出以周逆秦的这样一种思想倾向 以周逆秦呢 首先是重启了那种军国并行制 其次呢 就是对周里的那种核心精神 就是对亲亲尊尊 又拿出来 然后去对抗这种秦朝那种 不书贵贱 不别亲书的那样一种 相对平等的法治精神 自觉的就将周待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 亲亲尊尊的伦理精神 作为整合全体社会的这样一个 内在机制 这样呢 也是为了去适应 关东社会的那样一种民风救赎 并且呢 汉夫我们都知道是理孝治天下 那这种理孝治天下 也是对秦朝那种密室区人心情 单纯去强调国家伦理的一种纠正 所以说我们如果总结一下 盐铁会议帝国政治体制方面 就两点 一个是汉通秦治 另一个是汉代法咒 就主要是这一种倾向 汉通秦治和汉代法咒 汉通秦治呢 就主要是这样一个均限制 然后呢 加强中央集权 然后呢 实行官僚体制 然后这样一个加强君主专制 汉代法中呢 就是注重理智 注重这种差异性的这样一个伦理关系 注重周理当中清心尊尊的伦理精神 然后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德政教化 去批判秦朝的那样一种刑法 那样一种以法为教义力为师的那样一种动向 这个是沿铁会议与帝国政治体制 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汉中秦治 然后汉代法咒 第四个问题 就想想一想 沿铁会议 古今辩证与历史影响 就是 咸阳文学 他们代表着 师谷法谷的这一个方面 然后呢 玉石大夫呢 他们就代表着 诗意的背变 这一个方面 但是呢 他们两方的辩论 也不是简单的这样一种诗骨 还是诗经的问题 而是有关系到 看武币外面 然后尤其是这个 汉朝帝 我们可以 也可以说就是 刀宣之情 就是汉朝帝和汉朝帝时期 这样一个 政治经济政策 究竟是应该实行 武帝执政时期的 那种战事经济政策 还是应该实行 那种武帝外面 那种 社会变革的那样一种政策 那么就是 霍光和桑红娘 都代表着 两种政治力量的较量 咸阳文学 他们反复身复 复古法骨的重要性 但是他们并非不关注现实 相反的 他们更多的 看到了朝廷 现实政策 所造成的弊端 然后想要朝廷 做出积极的改进 以维护改进和利益 缓解社会矛盾 他们所说的复古 法骨 其实只是他们的 诉说途径而已 与此相反 玉石大粗 尤其是桑红阳 他们主张变故 强调今盛与稀 其实就是要坚持 武帝以来的战时 政治经济政策 并以这些政策 符合秦皇汉武以来 中央集权 君主专制的 社会政治性格局 觉得这样是 不能倒退 不能改变的 对于咸阳文学来讲 他们以古为准的 这样一种思维方式 虽然有些不合时宜 但是呢 他们确实通过古今对比 揭示出当时的朝廷政策 所带来的民间疾苦 就相反的 在有些情况下 与桑红阳为首的 这样一些朝廷官员 尽管他们持有一种 进步的历史观 但是实际上 就是要粉饰现实 掩盖问题和矛盾 其中一个比较典型的事例 就是桑红阳说 在这种免贴的官营政策 智其有余 调其不足的作用下 然后百姓可以加紧人足 他就是 他就是理所当然的 就可以说出来这样的话 就是隐蔽了 隐蔽了这种 观营问题 带来的官生勾结 然后去侵蚀民众利益 这样一种情况 就可见这种后骨 未必意味着保守 然后后金也未必意味着进去 咸阳文学呢 他们虽崇孔孟 还大肆宣扬 董仲书的这个学术思想 在这个研究会议里 也很宣扬董仲书的 这样一种学术思想 这个是董仲书 在春秋凡路里面 好像是在楚庄网里面讲的 说天下无二道 故圣人亦志同理业 古今通哪 故先贤团其法与后事业 今所谓新王必改智者 非改其道 非辩其理 寿命于天 异性更亡 非既前亡而忘也 若一因前智 修故业 而无有所改 事与既前亡而忘者 无以别 他们就 这个董仲书 他明确的向汉武帝提出 就是古今有改智之名 无变道之实 然后后来又说了 我们最熟悉的那句话 就是说道之大 原故于天 天不变道一变 然后呢 我记得 司马迁他在史记里也提 《通古今之变》 这样一本宗旨 然后接着去又说了 海善 乏恶 推三代之德 包周事 他用这句话来评论春秋 也实际上是要表明 他炫耀古今不变的那样一种刚常伦理 那么贤良文学 它的复古 其实更多的是要借古玉金 批判坚持的政治经济政策 并借此畅延改革 所以这种复古的思维方式 其实也是可以成为很先进的 很积极的 但是呢 我们就可以从这个董仲书 还有司马迁他们的话里 我们也可以体会到 统治阶级的这种 统治实质 其实是未曾发生改变的 其实吴家本身 他们就很带有硬实和损益的因素 就像文语里大家都熟悉的 就是说 因阴于下里所损益可知也 周阴于阴里所损益可知也 其或计周者虽百事可知也 孔子他当时这样讲 就是在突出西周旅乐文化 对改造当时礼工约坏的 政治困局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同样的在延体会议里 咸良文学他们去谈尸骨 法骨复骨 然后去赞美三代之际的 这样一个人教德政 也是对朝廷改变现行的 经济政治措施的这样一种呼吁 虽然说他们可以是先进的 可以是积极的 但是呢 这种道仙王 这种道遥顺法仙王的这样一种观点 永远不如先就易未来的时间 就始终他可能在形式上 始终都是对时代变革的一种思想阻碍 如果不批判这种复古观念 那适应时代要求的变法核心 就难以推行 而且在讨论古今的问题的时候 儒生他总以法骨遵骨为导向 然后越来越形成一种以骨为准的思维方式 在严谨会议里 贤良文学就曾以散不足为例 列举种种不足 然后在每项不足里面都去述说古者如何 我们去看严谨的这本书 在这一篇里 《三部族》这一篇里其实是最长的 就是先说了现在的中国部族 然后在每项部族的后面 都去叙说古者如何 所以后来汉宣帝批评他说 就说独如不达迟疑 好事故非尽 使人炫于名识不知所守 因为你总说古者 然后在这种形式上 好像总是对时代变革的一种思想阻碍 然后如果不去批判您呢 要求时代变革的那种变法 为心就难以推行 所以大家说不达实理 好事故非尽 使人炫于名识不知所守 相反的呢 就是对于那些通达实理的卢者 就是像在此之前的 比如说书孙公 公孙宏等 就当时以卢学晋身的那些公卿们 他们就是当时之药物 然后呢 他们不是那种尸骨罚骨那一项的 但是呢 却对这些以骨为尊的纯独们 视为真骨骨 就是真骨骨 就是骨骨的骨 然后就是认为他们所思所想 都是为了以德轻贵 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开始就这样的思想观念的时候 他们却没有想到 如果不是在理智 理仪的创制方面 原始于无数 那吴家思想可能就更加没有进入 国家意识形态的这样一个机会了 孙孙宏和公孙宏 他们作为以文学晋身的公卿们 他们是这样做的 但是却被那些传入视为真笔物 这也可见就是 当时想要文学他们的一些思想局限 并且呢 你以骨为准 这样一种思维方式 也容易为史达夫这些朝廷官员所利用 就最明显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将这种 异补为准的思维方式 与现金融加索 一直倡导的孝道联系在一起 然后运用无家三年 无感予复制到可谓效益的 这样一种说法 去维护当时的政策 然后去压制变国的意图 我们都说 简单文学失误法骨 它虽然是说不变 但是呢 确实是看到了 当时现行政策的弊端 然后想要就是匡实 必做出一些改变 师傅发布 师傅他们的演说历程 但是呢 你这样一种演说方式和思维方式 就是很容易被朝廷官员利用 然后与孝道联系在一起 就是说 三年无感予复制到可谓效益 用这种说法去维护当时的政策 压制变国意图 然后去攻击你的立场和观点 我这里也举了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就是在《严帖论优编》里的 这个 桑红阳说 无闻为人臣者尽忠以顺旨 为人子者至孝以长夜 君有非则臣复盖之 复有非则子逆逃之 故君轰藤不辩君之正 复莫则子不盖子不之道义 春秋机毁权才 为其归先祖之所为 而阳君复之恶也 今言铁君书所存来久以而欲罢之 得无害先祭之功 而方圣祖之德乎 就听了这个话 其实那如果我们作为闲聊文学的话 你会很尴尬 因为你会显得刀架不利 因为你如果想要讲变革 然后就违背了孝道 然后呢 你要遵孝道 那就无法更化善致 所以就是说 这个 这个也是他们的一方面的这种局限性 我们说眼睛会议 我们去看他这种新旧思想的 这样一个综错关系 然后呢 我们可以写一个 比如说 古今问题的这样一个论文 那这样一个论文 可能就是最适合眼睛会议的 他的这个背景 机缘 还有这种会议本身的特点的 因为 在秦汉之际 就我们再往前讲一讲 秦始皇在位的时候 他实行的是严格的君主专制制度 然后加强中央集权 削弱一方豪强 推行法治思想 强调集权和法治 然后呢 汉成秦制 汉王朝保留着秦王朝的中央集权 君主专制 还有郡县制度 这些政治体制是在战国时期 是在各级诸侯国的变法运动中 逐渐发展起来的 与以往的三代政治体制不同 他们更重视的是极权国家的统治实力 也就是说 秦朝的这种政治格局和指导思想 都呈现出战国以来的新气象 但是呢 秦朝的暴政 还有随着武帝的心理政策 带来的严重的社会矛盾 使汉王朝意识到 在政治体制方面 那种全国范围的均限制 其实还是缺乏地方好强 还有关东旧贵的认同 想要避免出现那种 列郡不相侵略 势不相救的情形 就要惩戒王秦孤立之代 然后重建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结构 在国家整体的指导思想层面 必须改变秦朝的那种秘法和言行 以仁后长这军民 不能单凭强力行事 高地时期的这样一场延铁会议 也成为长期的匈奴战争以后 然后贤良文学们得到的继续宣扬 儒家思想的这样一个重要机遇 本来是说以儒家为代表的礼教和德政 是对上古以来的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的总传承 就是对上古三代以来的这样一个政治体制 和思想文化的总传承 他们其实并不是在春秋战国以来 在这种古今之变中凸显出来的新东西 相反的还可能带有违背历史朝有的这样一个趋向 但是呢 在延铁会议总在武帝长期的经历政策 带来离虚号户口减半的情况下 贤良文学所倡导的礼教和德政 恰恰可以当作纠正现实政治制片的这样一种新的思路 而以法家为代表的这样一个法治和集权 他们本来是为诸侯国在变法运动中兴起来的新力量 然后也奠定着情况下无以来政治社会的新格局 但这种新格局的全面施行还面临着困难 然后呢如果我们一味的紧抓权力 紧抓利益也容易造成民众的反抗 儒家的礼教和德政在这个时候 以温情默默的面貌出现 正可以缓解国民间的这样一个紧张关系 所以呢在延铁会议中 贤良文学强调理尚往来尊卑有序 其实总结一下就是 这个玉石大夫 他们汉成秦治 本来是一种新力量新风貌 但是呢在这种 秦治 他并没有很好的适应当时的这样一个 社会政治现实 并且在武帝 他持续39年的修农战则 造成社会矛盾以后 这种秦治 这种新力量新风貌 反而成为一种旧的东西 虽然呢它是符合历史趋势的 但是呢在那样一种时代背景和具体机缘的情况下 却又成为了纠正现实之篇的这样一个新思路 英国汉学家武为一 他们将西汉的政治集团分为实心派和改造派 然后说实心派它主要致力于现实问题 坚持既定的帝国政策 利用人力物力使国家富强 并强调军权的至高无上 然后呢改造派则回溯周代的道德传统 崇拜自然之天 并且相信天道和灾疫 反对过度的控制民众 将君主作为道德表现和利民工具 这里讲的实心它其实是针对秦皇汉武以来的社会政治性格局而言的 就是以桑红杨为代表的法家强调极权和专制 在这种性格局中被认为是正宗的传统的 然后这里讲要的改造 正是对这种极权和专制的改造 他们要求朝廷重视地方豪强的这样一个力量 还有地方政治的影响 政治的理道德 倡道的爱意义 政治差异关系 以为这些是在施行秦皇汉武以来的 社会政治性格局中必不可少的缓冲进 所以在延企会议中 实心派它反而就是 实心派它反而就是被看作是更加传统的 然后呢那种改造派却变成更加新进的 这可能就是延企会议它的古今辨证 这个贤量文学和意识大夫 这种分别代表旧中心心中旧的 这样一个交错关系 那么就是在这场会议以后 在秦汉之际这种汉制最终还是落实到 这种大王道杂志的这样一个制作模式中 它就是表现出来一种宽正的总体取向 然后央帝的积极互动 关联的教员相长 然后儒生们其实也不像 也不再像当时的这个贤量文学一样 他们之所以被称为纯儒 还是因为他们有着就是先行孔梦的那种生气和力量 然后呢对于这种朱孙峰公孙红 他们的这种这种以儒学近身的宫青 然后想要使儒学到家去适应这种意识形态和帝国传统 他们当时是称他们是真礼物 然后就是是很轻视的或者说很反对的 但是呢在延邸会议以后儒生们再也不召想了 他们就放弃了像以前这种奉天法骨的这样一种非理性路线 然后呢就学着利用党义然后规贱去谋求这样一个政治的清平 这样也是一个延邸会议以后 读生们的在思想立场上的这样一种倾向的转变 这个就是我今天讲的这个主要内容 谢谢大家 那我没参加访计计然后以前好像感觉就是之前的大家的这个选招群体来给大家回忆回忆生活的点击 然后回忆回忆这个中国美好给大家这个忙着的一天带来一些慰藉 然后今天呢就是赵悠老师用一个最硬核的选择和积方式 给大家这个忙着的一天带来了更多的思考 让我们要再接着晚上从这个期间开始要继续想问题了 不过我觉得赵悠老师讲到的这个话题和这个文本确实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内容 首先就是我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吧 大概谈一下我的感受的时候再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赵悠老师提到说严谨的这个文本在我们目前的就是研究当中是一个被忽视的文本 这个是一个确实是一个现象 而且这个现象按理说是有问题的 首先就是我们说哲学学科里面对于原浅论的关注基本上比较少 我印象里面反而是我在本科的时候 人民大学国学院也有一个老师叫黄吴明老师 就是他会经常强调这个研究论的价值 是他自己的一些学科研究还是在我上课的时候 当然有一个原因也在于说黄吴明老师他不仅仅是这个 中国学位研究者黄吴明老师还是这个军事理论家 所以他对原浅论的关注呢有一定的 有一定他的这个问题意识的领域里面的一些合适点 另外一个就是在历史学科里面有相关的对于原浅论的讨论 但是比较重要 主要原因在于说在历史学界里面关注到的一些重要的问题 原浅论可以拿来做一个材料 作为一个材料来去支撑相关的讨论 比如说类似于像这个汉奈的霸道文道的这样一个问题 以及看待的一些具体的经济政策的一些问题 然后原浅论以及原浅论相关的一些相关的内容 被用来放入到这样的框架里面 我印象里面就是看到的是这个材料 是不是就有判到这个材料 也谈到这个原浅论 他的观传呢就是观传呢 就是说原浅论的作者黄冠是个公养随家 而且江少艾老师前面提到的就是 他有一个更为主观的结论就是认为说 材料文学60人当中其实都是有功夫做 无论是实际的总统辅导后学 还是精神上的总统辅导后学 所以就是我们看到在目前这样的一个情况里边呢 当然有一个就是 其实在这个现在的一个学术研究里面 也就是曾经在一段特殊时期被称调政委 这个特殊时期呢 我们就说就是这个平法批诺时期 刚才也招要这些不断的反复强调 就是原浅论的作者和原浅论的整体立场 其实是一个人家立场 然而他在这个平法批诺时期的时候呢 这个书就被当做了一个所谓平法批诺 做了一个这个法家来去攻击独家的一个范本 那在某一个时间段的这个文章是 这个这个作品啊 其实是被拿来放来是给所有人需要学习的 是大家并同学习的一个经典论论之一 包括像这个问题论之类的 所以到目前 因为这个时代已经被未来反证了之外 然后到我们目前的时候呢 有点像是把这个问题 因为这样一次的未来反证导致说 他真正应该具有的一些价值是被掩盖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说 如果有一个类似于像我们确实有 像这个汉代思想史一类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组组组 对于这种问题的讨论是最为合适的 然后恰巧我们赶上 就是赵伟老师他自己有这个学习背景 然后他对这个文章本身有这个关注 所以我觉得也恰恰是像赵伟老师这样的学者 学者是能注意到这个文本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赵老师的讲座里面 找到的整个盐铁敦的文本的问题 意识是非常准的 就是古籍问题 这个古籍问题呢 我们刚才也看到了 主要强调的是就是空间均线的问题 这个空间均线问题 其实是周秦和秦汉之记 一直在不断地被讨论 甚至说我们说秦汉之记 也不仅仅是汉出建国这个阶段 因为刚才也强调说 汉出的时候是汉成秦治是吧 那作为一个汉成秦治的汉 其实本质上跟秦是没有区别的 因此在秦汉之记的这个讨论 某种意义上去可以延续到 你要说比较多的话 是延续到这个 武术向这个武帝 立这个武帝模式这个阶段 如果比较强的这个延续呢 其实这个延续是反到汉原地 或者汉成地这个时代 才算暂时有一定的环节 也就是所谓的秦汉之间的 封建均线法这个问题 不变得那么尖锐 但是有一些新的很尖锐的问题 出现了 比如说原地什么地 爱地这三个皇帝生不来孩子 那在这个意义之上 封建均线问题 作为一种法的问题 就是整个汉初 甚至是犯在西汉年期 一直绕不回去的一个问题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在延续文里面 它比较很有 它比较有三角性的一个特点 就是它不仅仅是在一个 我们说的价值上的一个 法的问题上去存在 它同时还转换成了一个 实际的政治问题 也就是殃续关系问题 包括像在延续文 延续文件的讨论里面 或者经济上的问题 加上一个理论上的一个封建均线问题 两个问题一叠加 形成了沿铁论里面的这种 特别特别丰富的讨论 以至于就是赵尔提到的 有一个很有意思 他们讨论的一开始是讲正事 就我们今天讲的国家大事 后来变成了互相大街 然后再后我们就变成了说 对于一些生活习惯上的一些探讨 就是你过日子 我记得刚才赵尔提到的 是一个穿衣服的一个问题 我当时读到有一个印象 印象比较深的就是 强梁文学对于 因为你说西汉地区是长安 长安地区引来了几只由长江 因为汉代的时候天气比现在更好 长江热大乡 就是从长江那边迁来的几只 这个大庆来去供成员参观 他们对这个问题也提出了一个批判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讨论 因为理论和实际两个方面的一种 一种纠合 导致说基本上是能把能骂的事情 都给骂了一遍 那我这里面想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补充 就是前面我们也提到说 暂且以一个平白的立场就是判断两者 我们不认为说 不是预先假设说谁更有道理 而说两方都是至少是讲道理的去吵架 有一个从结果上看到的一个事情 就是我们说 在这次演讲的会议结束之后 也就是在这次讨论结束之后 其实是产生了一定的 就是闲聊文学这方面 其实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我记得是把那个酒绝给罢了出来 有一个措施就是是顺着写下文学的这样的一个思路 和他们所认可的政策去实行的 但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局面是持去了很短的时间 然后另一点点观影和这个准准军处法的 重新的再度实施 是被搬上进一场 只不过就是刚才照顾讲到的话 预示大夫这个孤军分析案的桑欧阳同志 就是他背了一个货 以某款的罪名被开掉 所以到了赵帝这个四眼点的婚礼之后 其实宣帝有一句最为有名的话 就是汉家自由的文化 这个话其实以组议上 就宣传的决定决定 这些事情从来背后的 这一切问题就规到了一个原点 就是汉宣帝正在一个官方历史上 他就是妥协性的部分的接受了说 我可以砸一些所谓的网道进来 那这个砸呢 或者说这个霸皇上才之意 应意上就定立了我们古典时期 或者说我们说朝代 在朝代政治时期当中的一项比较 比较确定的国策 就是虽然大家还是在所谓在实行王道 或者说在于这个实行一些 实行一些所谓王道政治和德教 这样政治的一些大方针是不变的 或者口号上是肯定有的 可是实际上在针对一些 具体的经济问题或政治问题的时候 还是不得不实行一些 我们类似于像这个强文学所 相继的大方所提到的一种最限之法 而基于这一点我想提两个问题 就是也是关于这个论辩双方的双方的 双方的这个一些 双方这个身份的一些问题 第一点就是刚才 刚才赵老师举到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三文阳在这一场会议当中 一个人顶60个协商人学 有点像是蛇人群主的这个感觉 我觉得这个比喻很有意思 但是有一个点就是我们被看到说 无论诸葛亮到处国是跟这个 张照这帮人去做PK 还是说到后来 像王老强这样浓私人之类的这种行径 有一个前提就是 诸葛亮和 就是说吴国的大臣和诸葛亮以及王老强 他们拥有着一种共同的价值力 也就是说他们是认为某些事情是对的 然后呢在这个大家有一个共同的价值前提的 价值认知的前提之下 他却说你的哪些事情是做错的 然后让对方产生了一种愧疚和反思 无论是张照还是王老强 总是以这个方式被诸葛亮给给说服的 虽然在桑红养也不给 那桑红养的问题就在于说什么呢 在于说我们现在目前 呃 虽然跟这个特殊时期是有关系的话 对于桑红养养的整个身份呢 定义是法家 可是定义是法家有一个问题 如果桑红养是作为一个法家的话 那他怎么能跟这个协商文学 60个人聊语 呃所以 呃所以我们说桑红养能和 就是他作为一个御史大夫 能和这帮人聊这么久 因为我可以想象说如果 一开始大家是一个如法家对于一个状况 那上面第一句话你是个法家 就结束了 就没有误销其他的对话 其他对话是展现不起来的 尤其我们说在每一篇的研究文篇章里面 他的对话是有层次的展开的 或者双方是互相知道对方的一些基本的逻辑 以及双方所用到的 呃论证的一些材料呢 都是大家都读过的 呃因此我觉得呃有有没有一种可能 就是即使双方养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所谓的汉代的法家 以及战国之后的法家 不是像我们后来在特殊世纪之后 所认识到的这样的一个法家 或者说我们在这个呃 现在学习里面比较喜欢讲看待是 杨龙基塔这一类的这个方式 就是整个战国以后 这样的法家其实本质上是法家 也就是说战国以后的法家 他就是容大了很多呃 很多先进时期 其他决派的这个呃想法和一些 和一些知识 然后凝聚成了他这一派 因此我们说法家到最后走向了一个 呃比较典型的一个代表 或者说到到秦国的一个呃 如果我们讲说秦有一个意识形态的话 其实我一直认为并不是法家 而是由这个李治春秋所代表的 那种杂架就是他不仅仅是要 在政治上去凝联整个七国的 七国的这个 这个不一额裁则开文明化 他在思想上也要有哪 所有的地区的思想 呃这也是李治春秋所展现出来的一个 风貌 那到汉代之后这样的一个法家 用意上就已成存在 因为秦代的力为师的话 大家呃 只要你是有官吏的这样的一个身份 你会学这套 你学这套 那这套东西就 呃就住在你的区别里面哈 呃因此我觉得 呃拿法家 拿桑梦阳和儒生 作为一个如法律的 其实是不常理的 然后另一点是我们看到说 桑梦阳 呃因为桑梦阳这个人 后来因为参变 就没有在这里面逆转 对他的一些具体的这个 呃生品是没有更多了解的 只不过就是有一个内人会讲到说 他是好像是一个小蛋 然后平时呃他的生活比较特别在特别之处 在说他怎样大家天天天天天学习哈 虽然我们学习也未必未必怎么样 但是他通过的是一种经商的一个方式 然后走入到朝廷之中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特殊的一个状况中下 就是需要有一个据点之沉的时候 然后桑梦阳被呃呃 被业人造地给发掘出来 那作为这样的一个身份的桑梦阳 我们说他他很难去一个 就是能和 能和这个儒生去进行这么长时间对话的一个呃 一个一个一个身份的背意体 就是他如果完全没有读过书 只知道一些经商的道理 就类似于像今天拿来 比如说从这个这个这个不能搞地狱起始 比如说我们找一个没有呃 学识上或者说没有上过太多学的一个呃 人但是他的商业上很平衡哈 然后我们拿来跟他跟他拿来去跟一个呃 专家和经兽来去讲这个直播之道哈 他们之间是不能用这个对话的 因为大家的呃呃背景和大家的这个经经验所见起来方式是不一样的 呃 因此我我是我我当然有些问题想想想问这个赵老师 就是您对桑梦阳的这个身份呃 呃有没有一种有没有一种这个呃 有没有一个呃 有没有一个呃 跟这个以往的狗人不太一样一点的理解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关于儒生的一个问题 呃当然就是呃 赵老师提到说儒生在这里面呃 呃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 也是我们想象的 就是曾经过去很多人所想的 所讲的那样呃 呃明文不化 从指日复古 这个我们赵老师已经明确的提示到说 这个并不是一种历史中的谷 而是一个所谓蕴藏在恩典之法当中的价值症的谷 这个我们在这样的时期看到的一切呃 呃讲到古者的这种这种呃讨论方式是一样的 并没有 并没有他的一个呃方式呢 并不是说让让这个时间调到过去 让这个世界回到一个呃过去的样子 那就是好 如果我们要将一种古者的价值和精神 那就是到今天之后 呃 可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呃 跟前面讲到的这个宣帝的霸王道杂志是一样的 呃 呃 就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儒生在在批判这个谁 批判这个桑洪阳对呃 呃 呃 一个比较比较好的一个文本 那那那可带来的一个问题是说 如果他只是在一个特殊的会议时期 起到了一种批判性的力量 那我们当他批判完之后 也就是当他把这个桑洪阳的桑洪阳抗下台之后呢 这个时候我们重新要有一个呃 呃 就是我们要回到一个政治的政治的云境之中 那对于一个实际的呃 这个政治我们这个历史我们就给理解说 行政意义上的一个政治吧 对于一个实际的汉代文朝 以及对于我们任何目前的建造的政治体而言 就是呃 呃 呃 预使大夫提到的和预使大夫想到的这种敏裁的方式 以及呃 呃 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去凝合树立中央的一个绝对权威的一个方式呢 它的确很管用 而且是历史上事实上也证明了 结果怀之宝这个方向是偏移的 所以我们说 预设大方前来都觉得这一相关的讨论 在整个中国历史里面是反复不断的进行 纠缠了 甚至我们说到新冠的时候也在不停讨论这个问题 就是财政到底应该怎么通告 因此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我们排除一个批判性的预境 我们是否能设想说儒生他们有一个方案 或者他们当时是否能提出一个方案 是更好的解决预设大夫所提出的这样的一个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一个问题 以及说它如果是没有的话 以及说它如果有的话 那为什么在这个真谐的时候没有寻常 或者说它为什么形成不了这样的一个话 大概能有 好的 谢谢方老师 这个我之前也是比较拘谨 然后只想着就是说对这个古今问题 然后跟大家讲一讲 然后谢谢高老师帮我 就是补充了这么多 就是关于人物啊 然后这个背景啊 还有学科研究方面的各方面的各方面的这种知识 就是对于桑红阳的话 我记得就是说它是一个小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吧 精于心算 然后呢 然后呢 就是因为这个特点 然后被选成了就是一个皇子的这样一个大概是陪渡这样的角色 然后呢 后来当官以后也是扮演汉武帝的这样一个 有的时候就让他搜刮小龙手 就这样扮演汉武帝就是为了朝廷免财的这样一个角色 然后呢 其实就是说 他这个作者桑红 他给桑红阳的一句评价就是 他是一个通路博士 就是不仅是关于计算 然后工商 然后这个围观这方面的这样一个知识 然后他是一个通路博士 并且呢 就是在这个当时是说 总中书是说的是 启明总是两章六经 然后后来他总结的是叫独尊儒术 但是呢 我们如果去考察这个独尊儒术 可能总中书以后 也就是说武昭宣时期 可能还不叫独尊儒术 如果能叫独尊儒术的时候 可能还是至少要到元城时候 就是范园遗憾成立的时候 但是呢 就是在这个 启明宏视频中六经以后 大家都会在这个 汉代信用学的这种总体视率下去展开论证 就在汉代信用学的总体视率下去展开论证 然后呢 总中说 稍微也受了一点点 公养学的影响 因为 手下他可能 可能也带有了一点 聪明国式的这样的特色 然后呢 其次就是这种公养学 我记得 也是 陈苏正老师在他那个春秋里看到你说 就是这种 尊君 这种 思想观念 其实是被这种统治建筹非常重视的 然后其实范园遗 他最终的那种 那种想法 虽然是说 他提到了这个文台照 他想要晚年的时候 去改变他的政治 经济 这种一种专时的政策 但是呢 他最终还是要完成 天下大小远近若一的这样一种 帝国大念 所以说 桑红眼红 我觉得他 如果是让我去下一个病例的话 他可能只是偏向反 他不能是说 他吃反 其实这也可能就涉及到 就是对 风荒的这样一种身份 这样一个定位 在关于风荒的这样一种身份的定位的基础上 我们可能就是 涉及到 那眼睛会议这样一个论争实质的这样一个讨论 那有的 就说这是 霍光集团和桑红阳集团之间的 一个 一个教练 就是一个政治权利的教练 然后我们也可见就是在这个延庭会议以后 其实无论霍光还是桑红眼红 他们两个 其实下场都不太好 都不太好 这样一个政治权利的教练 那就是表面上的 然后还有的是说 是一个理智和法治的这种一个 这样一个正论实质 他法治是说这种 强制性的价值秩序是 统议管理 编乎其民 然后这种相对平等的这样一个秩序 还是说那种相对的尊重社会身份地位差异的这样一个理智 那桑红阳课呢 就代表着那种法治的那种政治秩序 然后 仙良文学就代表着这样一个理智的 然后尊重 论理差异的这样一个秩序 还有的就 比如说盲力气 他就会觉得这样一个 正论是一个充足和打入的正论 那 那叫充足和打入 就得一看就是说 他跟谁比较 跟谁比较才能分达 是分达 是打不过 那 很显然 三江文学他们是分达 他们对那个 孙孙孙孔 孔孙孔 他们都不认可 然后呢 这个桑红阳是打不过 可能就是 他 就偏向打架 然后又有一点点受这个公养学的影响 可能就是这方面的原因 但我心里可能觉得 他叫做理问是有点不想吃 他可能是一个打架 因为你看他对这个 骨筋问题 然后对毅力问题 他对骨啊 对义啊 其实他并不关注 他并不关注 他只是就是 人家提到了 然后他去解释 人家提到了 然后他去解释 然后就比如说 我们在辩论的过程中 就是 我说就是 尽自己意义为上 你怎么样反驳我 就是 林桑红阳会怎么说呢 其实 他大部分的时候 还是拿这个 朝廷的现行政策 以及 我为什么要实行这样的政策 这样的政策 对于民众 对于国家来说 有什么好处 他就是会说这样的话 所以就是为什么 大家就是 说着说着会容易比较上头 我觉得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原因 要散在前两人学的头上 我觉得这个原因 要散在前两人学的头上 然后 如果我们拿现在的眼波 来看草面的话 他是一个搜刮小能手 但是呢 我觉得 我觉得他挺有耐心的 因为他就是 去解释这些 去解释这些 就是因为你去 讲一个现实的 这样一个政治经济政策的问题 然后呢 大家都是在一个 问您所极苦的这样一个主题下 把你们召集来 然后就是 在这个主题下 我想要听听你们 对于这个 治国之药的这样一个讨论 尤其是就面对着秦朝这种 二十二毛的历史教训以后 我们需要一些怎样的具体的政策 然后呢 前两文学他们上来讲 以古为准 以意为上 然后道德教化 道德教化 这前两个 有个问题是说 如果我们想象他们这个 呃 奏议的一个模式 或者说 这个会开的这些事 因为他现在只有 呃 语言的这个纪录 没有设计 他没有说 这个起居入室的 比如说三文杨 今天起床 到了那时候 开始 在这个如生的质疑当中 因为就按您的这个方式来的话 或是 这个想法 以一地就实 感觉是一个质局 是一个质询会 就非常有点像我们说 那个一种时代 说在这个 呃 议会的时候 突然才能做一个人 把这个人拎出来 就有一群人 所以我觉得 这个也就是体下的方式 这样的任何事件 他们不成熟 就是成熟的时候 他不会这样 就就就这个呃 骂人的这方式 其实没有太那个 或者他就是 常常序的人 不够这个不够成熟 他们是已经不太够 嗯 嗯 嗯 那主意主意是 他有一个田 先秋 他就是一个合适的 嗯 嗯 对 其实他就是 他就还是体现出来 他们 嗯 这个朝廷官员的一方面 是反正是我觉得 这个比方向 挺有耐心的 给人他一直解释 然后人家一直说 以鼓为主 以意为生 然后他跟这些事 来解释去 这样有什么好处 就是很现实 跟人家一种 嗯 嗯 那里面经常会出现 那种 就是说 就是大家的刺群 嘛 跟解释 有我这种 是那种 呃 作者的 因为黄关 他自己的立场 作者的 呃 呃 刻意的一种 文士呢 还说的确 有点 超红 嗯 我觉得就是 他在每一天 都是以弦量文学 说一段话 我觉得这是他可以的 然后呢 我觉得会有时候 这么的时候 因为 你如果在这种 嗯 就有时候在这种 毅力事变的 这种角度来讲 就是 嗯 我讲这个 价值主体 然后我讲价值秩序 你讲的是 造的心性 我们也就是 不对标 那其实 会有时候 都能守护 我觉得他其实 开心 其实比较善良 他也比较 从心的去理解 嗯 从心的理解 从心的理解 他反正 嗯 也不说善良 他其实 他他其实 在这里有限的 还是 比较有耐心的 然后 说价值勃然作色 漠然不应 那确实也是被气着了 然后就是说 嗯 我有这么多人 我一个人 我本来是口心 然后 想听一听 你们的建议 但是 都说 这些这种 比较欲阔的话 但是 但是要说 价良文学 他们一出错的话 其实他们并不愈 嗯 就是说 你看他们 对这种 社会现实 还有对这种 官商勾结 这种 这种事情 嗯 还有包括 对这种 这种 付税的动担 就是转嫁到 兵户器人头上 这种事情 其实意识的本事 只不过就有的时候 嗯 还是一个 就是霸气 不对标的 这样的问题 如果说 价值主体 谁的利益 你说那个 道德心性 只像一个问题 其实第二个问题 其实第二 这么一回来 就是他们 就您说的那个意思 他们是否只是 空谈 没有实际的一些 呃 电子上的一些思考 导致后面 最终出现的一个局面 其实是 回到了 方向早知的地方 是 其实在这种 嗯 像年典铁会议 最主要就是 呃 典铁九雀进出 然后 他们是想要回到 以前那种 呃 中发制度下那种 多几左右 共享受益 那种 那种状态的 多几左右 共享受益 但是不是这种 就是 嗯 像我们现在 嗯 嗯 认识的更普遍的 这种一个就是 嗯 中央集权的 这样一种 同意 差不多的 这样一种 利益分配 但是 哦 但是就是这个 嗯 大家都说就是 呃 沿铁会议 他就是无声的 一种胜利 然后 像金正方开写这个 这个 还没自相识 他就明确说了这句话 然后还证明写了一节 说是 呃 代表了孟子思想的崛起 嗯 但其实 但其实不是 我感觉这不是 他只是 闪现了一下 其实后来 你看这个 铁量文学 他们被波光 召集起来 然后 其实也是被利用的 也是被利用的 嗯 他当后来 在这些人里面 在招宣时代 这就是 这就是 这就是个人 其实都是 默默无人 也就是 呃 在那个 标画的场合 当时 也没有 其实他们 像在这个 呃 文学 他就是 呃 读书人 闲聊 可能 这种 惯例中的 潜能知识 他们可能 就是 就是 首先就是在这种 思想传统上 可能还是去 接受这种 上古三代的 这样一种思想传统 另一个方面 在他们的 身世里 他们可能也是 呃 跟这种 好强好民 关系更近 有的地方呢 对 嗯 三个人 还有 好 问的吗 就是 找谁 我 就是 我不知道您之前 您这个 严铁恶的这个权贸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 今天这个语经问题就把它复理什么东西 刚才那个高雄老师就是这个质疑的这个藏匿 和法国家的这个倾向 我觉得他那个 前家文学的古家的那个倾向也很值得质疑 就是他在那个 你说他就是经常用脑子 所以用脑子用身体的后面管 然后这些 后面一直说我是那个法治的 他后面讲到就是关于刑可德的问题 就是刑可德然后法治的问题的时候 就是他里面谈到那个法的就是缓解的声音 就是说那个法要明确的简介 然后就有利于大家去做这个 孔子还有就是掀起那些文家 他们刑可德的就是这些 新一性子然后是用道道来判断 这个是很不一样的 就是那个其他文学指出来的那个 法的确定性 或者是法的明确性法解决这些 这个很明显 这个是对法的要求的这个点 然后他用这个来攻击 就是对法的观念 确定这些平时大部分 是用疼的 是用疼的 这个 这个 很不仅仅 对 嗯 其实我感觉就是 历史大夫,他就是,可能历史大夫先当文学,各自因为这种身份立场,一方面是偏向法,一方面是偏向法,也不能就是,你就是法家,就是你这样的说,而且,我感觉就是我们去看这个的话, 因为这个他不是说,我是一个,我想做一个哲学家,或者我想做一个看待思想家,然后我写一本书,然后我本身就对这个,这种一以贯之的想法就想好了,然后我把他这种排列出来,序复出来,因为他这本书的他的形式, 根本就不是这样,所以说,你看他有趣的地方也好,你看他就是,看不下去的地方也好,他都是因为他这个原因,因为,你觉得, 就把这种法案,要写哲学的话,你写这个论文,反正,反正也,不算容易吧, 因为,我记得就是,我同学就,以前就说了一句话,就是说,你看的这些字,都是我看书的时候,要略过的, 但是呢,我们说,你还挺会议的,最难得,最珍贵的点,也是因为,它是这样一个真实的,这样一个材料, 所以说,你在辩论的过程中,都要区分出这种导向性的,还有那种权宜性的, 就是,这也是你,就是,分析这个材料的时候,就是,想法里必须要有的一种, 有一种,有一种,有一种这样的,有一种这样的,有一种这样的意识, 就是,读导性的是什么,然后,权力性的是什么,因为它是一个辩论, 它就各自的立场,它的来劲的主要任务, 是什么,我们去看看这个,刚才说它吃管子,然后,老子, 我感觉主要是这两个,吃管子还好,因为管子,它本身就是一个, 我感觉管子就像一个温和的法家,它就稍微,它也讲清清真真, 超微讲一讲,然后,跟他的,跟他们先让我们学的这样一种, 主要的倾向,就是那种,差异伦理的,就是,讲究社会身份, 地位差异的,讲究学员亲情的,这么一种想法,可能就是, 相符合的地方多一些,然后呢,这个,讲老子, 就说是,我不是本意也讲了很多, 然后,后来的一些理念也,偶有偶然,会有讲很多, 它其实就是,我们都说就是, 这个黄老是对法家的这种反够面貌而出现的, 其实他讲老子的时候,我们去分析当时的场合, 他也是对于一些那个历史大夫, 他们,所说的一些话,代表这些历史大夫, 就是这种原型的面貌, 这样一种反够的面貌出现, 就主要是这两个, 然后呢, 就不管现在文学还是医学大夫, 他们都讲武经, 就像诗经啊, 里面提到的很多, 就是也可见,就是在这个, 我们说就是, 跟明孔式表彰六经以后, 在这种看待新入学的总体势力下, 为什么忙于去把他掉的存入, 把他掉的材料, 那他存入的一个方面, 可能就是因为, 他在这种, 现在新入学的总体势力下, 依然保持着, 先行时期, 尤其是孔孟的那种, 那种生机还有力量, 然后, 舞蹈倾向上, 可能就是倾向于他们的, 然后把它掉的杂尔鱼, 把这个杂尔鱼叫做杂尔, 可能就是, 这个尔, 这个尔的话, 可能也是, 无论是纯尔还是杂尔, 他们可能都已经很, 因为他们就是在这种, 看待新入学的总体势力下, 都融合了这种, 阴阳家, 道家法的一种心理家, 那他杂的话, 那可能也是那种, 带有一点身份角色后, 你偏向杂尔鱼, 但是呢, 也叫做服务博士呢, 偏向杂尔鱼, 然后服务博士, 可能就是对其他的这方面, 各个方面呢, 尤其是对于, 医生科, 对不允计的这样一种, 就是官员的那种品质, 他可能就是在身份检测上, 其他地动作, 感谢赵周末老师, 感谢赵周末老师, 感谢赵周末老师的精彩的提议, 也感谢赵周末老师的精彩的提议, 感谢赵周末老师的精彩的提议,